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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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這個星期六星期日厲害 世界各地都好像有大賽跑似的 先在星期六的晚上 香港時間8點左右開始 就有這個月亮直播 南非基維爾2,000錦標賽馬賽事 兼夾同時轉播了 英國葉森打比賽馬賽事 合共7場賽事轉播來香港 但到星期日 沙田日馬舉行的同時 到了第四場賽事之後 有日本安田紀念賽 我們香港的西方快車 今年會參加這場賽事 今集由於時間 為我緊逼了豬仔和阿濤 我們談到兩場賽事 英國葉森打比 還有日本的安田紀念賽 很快就有一年了 沒錯 葉森打比 大家都很記得去年的葉森打比 也挺難忘 因為樂白人一堆馬 就不知道做了些甚麼出來 對,最出人意表 也造就了甚麼 造就了今年的拍馬會 又破紀錄 是因為巨英拍攝 上屆本 這次樂白人的隊伍 很多馬都會參戰 所以找到很多騎士去跑 但在鎮型中 你看看樂白人 也有些馬 出賽的次數不算很多 即是跑完儲女馬賽 之後就跑這場的葉森打比 不過也要留意 2400米即是2405米 路程根據上 是否很多馬都有這樣的根據 這方面也要留意一下 嚴格上來說 在他們的引進賽中 沒有一場去到2400多 沒有 2300多也還有 但去到2400真的會比較蠻 但怎樣也好 很多時候血統上 都有些端倚可以看到出來 而且能報到這場賽事 你參考一下當地的指數 其實也會有些根據 尤其是排了一位之後 看完臨場的天氣 值得留意這件事 就是當地的天氣 預計這幾天是會稍為天程一點 在賽役的時候 有機會地會更快一點 是的,那就留意 今年的英國 美國上半年這段時間 是多邀向天程 所以你看到我們之前的 月亮直播 英國二千基尼大賽 那些地都是很正常的 看看會否這麼偏快 沒錯 先說到鱷伯人的陣營 其實12匹參戰馬 5匹是他 他預算是這樣的 近年少過一半算是這樣的 都可以多過一半 在石訊上沒有 大家記得 在英國二千基尼大賽 那一晚 好像冬天出來 更厲害 沒錯 是升過了 他其實看回那些跑法 是大步靠攬 一直跟在前面 然後馬好像想接近的時候 是完全無法接近的 那些朋友在賽後就說 其實一個多馬位 但是換來在葉心打 給你親情這麼多 那你其他對手何嘗不是呢 那大震撼的兒子 我相信二千四是不會太大的問題 還有那些朋友質疑他沒有是 即是也許的場力是去到二千左右 但是也許在三水都贏不了馬 他三水都可以贏 其實已經是破了一些 反而這場賽事裡面 開邊的欄 有一隻就是曼斯路孝 其實沿途是很不規矩的 但是之後的表現非常好 因為你看到他都不斷閃來閃去 之後那一場都在上次的東低錶標 你看到他也是閃著回來的大勝 都沒有什麼對手威脅到他 但是如果說回石訊順武 你全跑一里而上來 我想那個難度是在於 他真的沒有路程跟經驗 但是剛才朱仔提過 大陣行的兒子 也不是太過擔心這個二千四百元 還有俄白人是能人所不能的 其實在部署經典賽的進程中 哪些賣可以哪些賣不行 他根本心目中知道 而且他沒有隨便跑其他賽事 這一點就很重要 過往我們看到有些俄白人馬 不是這樣部署的 就是說他會試試試試試試試看 他不僅沒有 而且出賽我覺得他計算的數目 挺淪色的 沒錯 所以這次來說他突然跳上去跑 不是沒試過沒有成功例子嗎 例如帝王城堡 都是一下子跳上去就到了 我覺得還是樂觀的 猛絲路敲上一次我們看過 是 然後贏了 閃了出去然後跑東帝 東帝錦標 其實很少這些部署 二千堅林之後再跑東帝是極少的 但是他偏偏要做這件事 這群對手相對來說弱很多 所以你看到他在中間跑到的時候 壓著 沒得跑 都已經湧出來了 一騎走掉了四個半馬位 後面八隻馬跟著他 沒有一隻走得近 當然也會有什麼集標時機 今次會再對 你說的是裡面那隻 但其實回來也是完全沒有威脅 我自己就覺得 今年冬帝錦標 未必真是這麼高水準 不過慶幸是一樣東西 就是你跑過約克馬場 就已經試過一些 就是我們叫做左轉的闊場 雖然少一點上山落波 但也起碼有這樣的經驗 儘管希望這個猛絲路克 我覺得會提升一些 也是 其實你看看血統的話 他就反而傾側在這個 也是負系的方面 例如帝王城堡 其實自己本身美國馬 就是跑一里二千最好 但他刪出來什麼鷹爪都 起碼真的可以應付得到你半 其實應該是跑下的 看完跑法 他也不是說要在前面死走那些馬 應該到的機會都大些 不過這樣 你在英國二千堅尼大賽 其實真的交過手 而看來是有些距離 只不過你說去到東帝錦標 都會贏掉其他對手的話 可能是其他對手更加不濟 不過這樣 其他對手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這場馬計都要跑過一次 要留一點時間給陶陶說 我知道他很喜歡這隻 這隻都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幾隻 其實有些邊線分子 譬如晚宣老敲 剛才提到 升輝草原這批都要留下 因為德國馬主擁有的馬 雖然你看看印競賽 印競賽慢慢上來的指標性 不算很突出 但我覺得他這幾個月慢慢進步的馬 你看看附近是否有場的根據 也有些是有的 你看看這個種 不是特別多 但有的 但是你說德國馬主 部署去跑這場 都不是開玩笑的 因為他不會突然跑葉心打鼻 我給你兩點 一是站馬馬方面 就贏了2800 山場是氣袋 每隻兒子都贏得很長 但是我再踩你一句 就是大圖你不選 大圖你騎了什麼 你喜歡細寶 沒錯他選了一隻稀細寶 其實他跟列馬斯維爾德 很多年沒有合作 印章中應該今年贏了100 十幾年沒有合作 很少合作 但是這隻稀細寶 一看俄雅加韓塞爾 走過來試一下跑 上次跑德文士 中馬大比魚塞的錦標 回到來之後 你看到姿態好像不是贏得很輕鬆 因為第二名的羅斯福 然後後面的五角大廈 那兩隻我扮的馬 都估計未必是這次的主力 但是他回來 一邊攬一邊攬 一邊攬 我自己有些覺得 他那一場二千 其實還是稍為嚴短些 不過羅斯福 如果在那一場計 有些驚喜 如果你看過部署 當時的羅斯福 應該是副居 但是居然跑跑一下 就過了兩匹扣女 拿到第二 追上來都不錯 所以如果你說 他跟希細寶 都是相差 或這麼近的話 經常都說 如果許國能奇 我不敢看太少 這條路也有些機會 沒錯 不過如果你說真的要選 我自己的希細寶 一定不會喜歡 始終看回剛才那一場 其實都忘了看一點 是季內初出就贏二千 整個部署擺明 就是望著這場劫心打鼻 而且整條武線方面 和夏新村 都已經有很大的密切聯繫 很接近 他們的武線 所以我自己就會選這隻希細寶 希細寶就打鼻預賽錦標 另外車視打銀瓶這條線 其實我們經常看 近來的世界八主這條線 這場賽事也有馬 這隻小環皮和前導男友 其實前導男友 就經常都好像近 而不是很贏的那些 因為你說真的要贏在兩歲 說十月贏的普通的handicap 但是這隻小環皮 是大幅躍進的 兩歲都未懂得贏 去到三歲的時候 跑兩場贏了 而且一跑二千億 還有車視打銀瓶是二四五七米 正正就是葉森打鼻更加長的途徑 根據真的會多些 如果你說以這一場的姿態來計 他在後面湧上來 是很輕鬆地可以過世 然後頂著前導男友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可靠的一種跑法 這次雖然你說在練馬斯級數方面 希國斯真的會低過奧伯他們一點 似乎兵力上都可能會輸蝕一點 不過他走起來真的不錯 有時候這些獨立是怒的馬 他一心一意不需要想主力 還有車視打馬場的地形 跟葉森比較近似 所以為何近年車視打銀瓶的馬 跑得好的馬 跑到進來的馬 其實都不少 算起來 未必是贏的 但三甲的馬都有 還有一個引進賽 打比預賽錦標 都有馬來的 招點劍客和植物園 這場就在領飛馬場跑 五月十二的時候 剛才朱仔所說 這場也跑到2300 不過再看招點劍客 是頓力譜 這不是頓力譜 所以馬房的規模比較小 但回到招點劍客 我自己又會覺得 跑到這麼離開 是否其他的一般 一年都離開 因為植物園 其實去到現在 今年跑的兩場 都成為最受注目的馬 而回來是贏不了 我有點失望 兩歲的時候 如果跑一里 那筆植物園 就回來 大敗給石順順母 就不能跑 所以如果引進領飛的馬場 更加是小馬場 所以大賽的水準 我都覺得會秤低一點 馬場就不算很多 陣營也都一大過 對於一些散開 究竟形成的排序會是怎樣 和你心目中的排序會 如果選擇 都要曼仙怒孝先 雖然你說 上次冬帝錦標 好像水準率比較弱 但他姿態上是誇張的 閃著回來都能夠大勝 還有前一章 雖然說二千堅里 回來的第五 沒什麼威脅 但我都會看回他 馬寶錦標 馬仙路考也要回他 剛才提到德國馬主 聲揮草原 我覺得這群馬是邊線機會 你可以看他 高士登一隊 我想他都在不斷進步 也可以留意他 另外也要回石順順母 雖然全跑一里上來 但都順具負責任的能力 不用怕 明白 大件事了 我選三隻都完全不看 是啊 我看你好像全都看到之後 怎麼辦呢 因為希社寶剛才說過 都很相信這一條血系 加上整個部署 是有信心為來的 這場耀心打鼻 再選擇就是要小橫皮 因為今年的進步實在太大 還有唯一一隻 是有超過2,400米的路程根據馬尼 我自己會先選這三和十一 你再選 我都在我扮演幾隻裡面掙扎 到底要回石順順母還是要其他 都是決定要一隻羅斯福 其實如果你說羅斯福 就像豪言所說 上一場擺明不是主力 但回到來 其實衝下去已經過了五角大廈 既然我選得希世寶 我也不妨可以選他 如果你說真是論血痛 其實他媽媽在Cayasi那邊 也是夠了場 是啊 這一點很重要 而上一次 在我心目中真的是驚喜 不過兩位12匹馬尼 你選了6匹的話 容許我給我多時間看 現場再和大家讀 究竟哪幾匹是好一點 第一節我們談完接心打鼻 我們下一次回來談安田紀念